中華民國113年國慶大會的舞台 已經搭設完畢 在當天總統賴清德 就會在這個講台上 發表他的國慶文告 這是他上任後的首次 而內容也備受關注 賴總統日前在國慶晚會上 抛出祖國論 不必會大談中華民國 在520就職演說上 也誕生了新兩國論 每逢重大場合 賴總統經常在演說時 會產生符合當下氛圍的新想法 也讓外界更加好奇 國慶演說的方向 總統是否有更新論述 我想我們身在這個土地 大家都是中華民國人 我想中華民國是我們的祖國 是毋庸置疑的 退輔會主委嚴德發的說法 或許透露了演說基調 而前總統蔡英文 也將在賴總統的親自邀約下 出席為中華民國慶聲 日語內部分析 推測將在延續蔡英文路線的基礎上 延續520就職演說 強調兩岸互不隸數 因為祖國論這樣的議題 也讓大家更堅定了解 台灣跟中國原本就是一邊一國 互不隸屬 我相信要表達是這樣的立場 如果順著中國的邏輯這樣 答案會是什麼 那最主要是往這個方向 但如果今天是在國慶的話 我認為應該就還是跟就職典禮一樣 最主要我們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兩個國家互不隸屬 賴總統特別尋歷史脈絡 談論國族認同 似乎也是試圖讓在野黨也能接受 我們2350萬人在台灣這邊成長 這裡就是我們的祖國 所以賴清德總統並不是追隨亮點 他是試圖著團結最多數的人 對這片土地的嚮往 而如何找出中華民國派 以及台灣派的最大公約數 等待揭曉 東森新聞中間好 喜歡你出的台報到